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家里有什么东西就比如讲那些画画的那些素材就拿来用 因为我都不能出门所以就是比较难说要出去 所以好像比如说这些这样子的夹子通常我们家里可能都会有 就是夹衣服 夹衣服都可以 所以比如讲这个三色笔为什么我会比较推荐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的家里都应该都会有三种颜色的笔吧 有这个黑色 然后这个是橙色 然后这个是蓝色 可以吗 后面那就是比较大副点的 因为我找不到了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说做这个书签 这个也是我第一天二十号的时候我直接教这个三色笔的这个书签 所以其实那个材料是非常简单 就是去剪一张图画纸 图画纸 对图画纸 然后呢 对图画纸也可以啦 对可以 A4 paper也是可以 就是你家里有什么纸就可以来做 然后呢 其实这个毛线呢 毛线啊 好像没有呗 没有毛线不用紧 就是绳子啊 什么都好 就你觉得是没意的 你就不可以用 就其实拿来绑这个 就是你要绑也可以 如果你不要打这个洞 就这样子也是OK的 然后呢 就我们的主角 就是这个 蓝色笔 OK 我通常呢 我是用这个Faber Castile的 So我有时候 是用这一个 还帮商家打广告 原子笔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那些 人家说的圆珠笔 就是它 是那种银这样子的 可是我觉得 这个是蛮不错好用 其实这些材料 我全部都有放在我的Facebook里面 就我一定会有推介 然后我有拍我的那个 每一堂课那些材料 需要些什么东西 我都一定会拍在里面 So其实我蛮喜欢 这个牌子的笔 因为画起来 那个图画 就是很快干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 就是 比他们的那个 那个木质 就是比较难干的 所以这一个呢 它是非常的快干 所以我觉得 是蛮不错好用的 好 所以我们的材料就是 图画纸 然后 散色笔 如果你要打动就打动 不要打动也没关系 然后呢 其实我这一个上面呢 我有黏了 就是 这上面我就黏了一点点的 那个纸胶带 就是那个 masking 如果你不要黏也没有关系 所以现在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画 这个边 通常三色笔呢 我会以黑色 黑色 来做橙色 OK 意思就是说 比如讲 人的眼睛啊 头发 可是为什么 一个头发 会有不同颜色 因为我觉得 就当他们是软了 头发的颜色 就是有一些蓝色的 然后爸爸的头发 就是黑色的 OK 所以 肤色呢 就是主色是黑色 然后肤色就是红 或者是蓝 可是通常我会 把红排在最后 所以就是可能 拿来点缀这样子 比如说如果 那些 画的那些hardship啊 所以就可能 要用红色啦 或者是一些基本色 就是那些物品的基本色 如果是红色的 我就会用红色 但是偶尔 如果你说 要有一点创意的话 可能你就可以把它 变成黑色 或者是蓝色 OK 所以我也简单的画来画 就是比较卡通的 然后这个字体的设计呢 其实我觉得就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就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本身 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学那些 calligraphy那种这样子的字体 所以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设计 这个只是我的一个sample啦 所以我的那个书签呢 我是刚开始 是先画那个框 嗯 画了之后 我才画这个 一个family 嗯 然后 我才写中间这个字 stay at home 然后最后 我就画上我的家 好可爱 然后之后呢 家里就通常有什么 就是那些 咖啡杯啊 书本啊 那些乐器啊 什么就 其实这些也只不过是 一些idea 说你可以自己画 你自己想要画的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 那些小小很可爱的那些插画 嗯 嗯 然后最后呢 呃就是写上日期这样子 嗯 可能这个是 day one day two 这样子就给自己一个记录 嗯 嗯 嗯 ok so那么呃 我现在就先 给我一个一分钟 我 准备一下 就是如果观众朋友呢 如果你们现在 手上有一些纸啊 然后有三种颜色的笔啊 你可以画一些 然后给我们看一看 给老师看一看 对啊 我我欢迎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画 然后可以把你的照片 在那个那个面书那一边 如果你有纸的话 你可以写一下 5号在我们的comment上面 5号我有纸 我要开始了 这样子 ok so 因为我camera有问题 所以我就 只能这样画 然后等一下 我会再show给你们看 所以呢 首先我就先画 他的这个框 就旁边的这个框 我先用蓝色 其实如果你要用红色 也可以 但是我就 选择了用蓝色 嗯 也就是先画框框嘛 就是用蓝色的笔画框框 对 先画框框 如果你有那个masking tape 那个washing tape呢 你就先画了框框之后 然后你就再贴上那个masking tape 嗯 其实我现在有一个小助理来了 哈哈 因为我camera有一点问题 所以需要人家帮忙 这我看到啊 就是你家画框框啊 对 我的框框黑色的 这一个就是我的框框 嗯 很简单 就是一个hardship 然后一个曲线 一个s 这样子的曲线 OK 还有一个love OK 然后呢 我就 就不捏那个masking tape 但是我就 啊 画那个masking tape的那个设计 就是我画一条指线 然后我画上一些 它写下去 一些新型 你看 你看 这一个 呃 是masking tape的 然后这个是自己手画的 嗯 OK 所以都可以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画 这一个 爸爸妈妈 弟弟妹妹 就是你看你家里有多少个人 你要画多少个人都可以 所以呃 其实 画这一个 人物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 首先他们的脸呢 我是以圆形 来画 然后之后呢 我就画上他的头发 这头发 其实你自己是可以设计的 要长的 短的 呃 卷的 尖 尖的 站起来的 都可以的 然后呢 就呃 他们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还有一点点的腮红 哈哈 好像我的还好吧 还好吧 不错 OK 所以呃 这个就怎么年呢 那个型呢 我就是以圆形来先画 我没有什么艺术天分 哈哈 我要向你多多学习 你你画的很可爱 我觉得这个就画的可爱就OK了 嗯 所以家长们你们可以呃 就是把这些教学交给你们的孩子 一起学画画可以促进亲子关系 特技老师呢 其实他设计很多的这些活动呃 非常多的亲戚的活动 让你跟小朋友有处啊 就是 更亲密一点的关系 促进你们之间的关系 何况我发现啊 有时候你你画多了 然后你就会 自己自创很多很可爱的那些 面部表情 好像那些呃 以模具这样子 有时候我忘了我要什么的表情 我就跑去看手机那个以模具 啊 OK 对对 好像我们叫人家呃 演讲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叫他们 脸部表情啊 开心啊 伤心啊 这样子的 OK 我的 人就快画完了 哇 好可爱 就是 OK 然后 OK 我给他一点 妈妈要擦一点那个 口红 妈妈 OK 然后我们就画中间这一个 Hard shape 其实如果你不要画它 你想画其他的东西都可以 可能画一朵花也可以 OK 所以我就画一个Hard shape 就是那个心你要画多大都OK 那 你要画多少层也可以 OK 好了 好了 哇 OK 这是我的男生和女生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写字了 所以这个字体呢 我们就是写 Stay at home 然后 你们就是这一个字体 你们要用黑色的也可以 要用蓝色也可以 但是我最后的那个点缀的颜色呢 我是选择了红色 就是好像给人家一个比较 因为红色通常人家都是会比较注意的 所以我会放一个红色这样子 就是看你要黑配达红还是蓝配达红都可以 Just stay at home 我们所有人都要乖乖的 要遵守这个管制令 因为这是第二阶段了 其实非常的 就是关键性 所以每个人都要 stay at home 所以呢 爸爸妈妈们 你们可以在家里面跟小朋友自己玩这样子的游戏 所以我的stay at home呢 我就是刚开始好像画一个 就是写那个字出来 然后之后我就是画好像格子这样子 看到吗 就是加一个格子 加一条线这样子 把它变成好像那种格子的 design的字体 然后呢 我才把我的红色 把我的红色 才画下去 这个你可以把它填满 或者你用线条来当设计这样子画也可以 就随你喜欢 嗯 其实我觉得画画 学画画 就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不需要想太多 就是很自由的很轻松的话 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很多 对 人也会变得开心一点 我教课的时候 我的学生会被我吓到的 因为 那好像比如说我去教粉彩 我就会教技巧 教了技巧之后 我就会给他们看我的sample 之后把我所有的sample 我就会拿走 然后他们就会吓到一跳 诶老师 你拿走了 我怎么画 然后我就说 诶 我就是教了你技巧啊 然后我希望你 就用刚才我所教的技巧 画出你自己想要画的那一幅画 而不是你跟老师的画的一模一样啊 因为你就是要发挥你自己的创意 你要画出你自己心目中想画的 所以怎么可能跟老师的一样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上我课的孩子 有时候是会被我吓到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一间小学 就是跟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分享那个粉彩画 我就是画完之后 我把所有的画都拿走 然后他们就说 老师 我怎么画 我不会画 怎么你拿走 sample 看我们怎么画 所以我就跟他们解释说 其实你们应该要画你们自己想要画的 就利用刚才你们所学到的技巧 所以到最后出来的效果就令到老师们都很惊讶 因为每一个孩子画的画都不一样 都很特别 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自己的创造力这样子 不一定要每次都要跟老师的 对 所以呢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画好了 你可以拍张照片 放在我们的comment下面 OK 放在我们的信息下面 分享你的图画 stay at home 嗯 你看我就是有一些我是画线条的 一些我是填满的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design OK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写了这个stay at home 我们就要画下面这个 这间小屋子 就是提醒大家stay at home 好可爱 小屋子 这个屋子呢 就是首先我先画一个这个东姑这样子的 一个东姑 就是这个 先画它上面那个屋顶 OK 就要像半个月亮 OK 之后我再用黑色 画一个方方形这样子 然后就门啊窗啊 就可以随意的加上去 哦 现在先画那个屋顶 先画屋顶 OK 所以记得把你们所画的 拍张照片 放在我们的留言下面 So Cherry 我很期待看你的屋子是怎么样的 我告诉你 我没有什么艺术细胞 OK 这个是我的屋子 好可爱哦 简简单单 可是非常的可爱 对 就是简简单 因为这样子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学习 加上 有时候我是知道可能有时候家长会说 哎呀我很久没有画画了 我不会画是什么 我相信这些家长一定可以画得到 因为都很可爱 加上如果跟孩子一起画的话会一起在那边笑 就是可能孩子会说 哎爸爸你这个屋顶这么不够圆的 你看我的多么的 就从中也是一个时间 就大家可以当也是聊天 也是分享 然后或者是 开玩笑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画旁边这棵树 这个树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直在打圈 就是有小小的圆圈 嗯 再把它拉长 小小的圆圈拉长 对 观众朋友们请给佩奇老师按赞 他很用心的在教我们画画 请在留言下面按赞 按赞会按拍手都可以的 也可以放emoji 放很可爱的emoji 也发挥你们一些创意的时候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发挥你们的 这个creativity ok 我的树还有我的小花也都画好了 好可爱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我其实画了很多圈圈 是就是画多多的圈圈 好像棒棒糖这样子 啊 ok 这个我觉得是 孩子会很喜欢画的 因为通常家门画圆圈 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画出来 就是一直在打 然后我们就说 为什么人家想画这个 他们就说 就好像lolipop这样子啊 嗯 很好啊 其实我都画了 都不好意思 这样子 但是等一下我会拍照 放下去 哇不错不错 ok so我们最后呢 我们就 第五个set 我们就要画这些小小的 这些小东西 就是骨啊 就是那个咖啡杯啊 书本啊 画笔啊 或者那些厨具啊 就是很可爱的 就语言圈 或者是半圆的 或者是四方形的 长形的 就可以画出来了 嗯 ok 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小东西 就在这一边旁边 我们画 或者你要画在上面 可是上面这一边呢 等一下之后 我们是会画一些 一些hardship下去的 嗯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要画这个hardship 你就只是画这一些 小小的这些 厨具啊 还是那些 一碗面条啊 最近常常家里都吃面 就Maggie面 然后去不到Starbuck喝 就自己画一个coffee cup 这样子 Starbuck你还可以 叫外卖不是吗 嗯 对啊 不过还是没有啦 就自己在家 虫就好了 ok 现在很出名 一个叫Dagano coffee 是不是 在家里 找找找那一个 成功了 成功了 我拿了我爸爸 三包的那个 Starbuck的那个coffee Instant coffee 可是我冲完之后 我一杯都没有留给他喝 因为是那种 冷咖啡这样子 何况他也不喜欢 那种cream 那种油腻的感觉 所以在这后我就说 我拿了你三个steak的 那个Starbuck的coffee 可是我说 已经喝完了 没有留给你 就只有我先生 还有我弟弟 就成了我的白老鼠 我觉得看的照片很好喝 那这是我的杯 看到吗 我的杯 哇 ok 那个杯 其实你可以画圆啊 画长啊 就怎么样都可以 你要画冷的 咖啡也可以 热的咖啡也可以 ok 那是很久没有画画了 然后可以画些 Terry明天开始 可以每天画一幅插画 嗯 真的是画画很有了愈的效果 对 然后画到没这么好看 会在笑 就可能看到一些画太可爱了 所以你就自己会在笑 嗯 所以画碑啊 画其他的这些厨具啊 这样子 对 乔 probability 有画咖啡 有画碑 有画书对不对 很喜欢看书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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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看 昨天吃的面啦,所以我们 哈哈哈哈 昨天吃的面 对,然后就天天都有画画 所以就会画一个一直画笔 这样子 因为天天都有在画 画个电脑,因为我们最近每天对着电脑 可是电脑怎么画 对啊,就是ZOM 对啊,可以画一个电脑 好,来我画一台电脑 嗯 就其实画的这个方法就是打圈圈 对不对,可以画圈圈 然后就是很简单的 虽然简单,可是很可爱的 嗯,对啊,这就是我的电脑 电脑,哇 OK,嗯,很好,很棒 就是一些简单的插画 其实这些很可爱的插画 也可以用在手帐里 手帐,嗯 就是,比如说你每一天 你前面那一面就有那个 Clanner的,可能就会说 哎,今天我要和我的 欧巴去吃饭 欧巴 然后可能去喝咖啡的 就画一杯咖啡 这样子,都可以画在 就可以把这些 加入你的手帐里面 会很可爱的,而且插画 嗯,OK,很好,很好 OK,然后最后呢 就是写上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 今天是4月1号 女人学 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 通常是写在上面,还是写在下面 其实是,看你自己喜欢 有时候我会很写 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这样子 你看,忽然间写一个 Enjoy这样子 哦,OK 有时候我就写在里面 其实就是看你自己想要的 那一个效果是怎么样 就好像,比如说我这个粉彩画 我这边写的是斜的 嗯 这些有痕有值得 所以就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嗯 我们可爱的 Stay at home 插画书签 耶 来,请给Pekky老师点赞 点赞,谢谢老师的分享 嗯 然后这个就是她其中一个 亲子的活动 因为她的面子书呢 她有很多很多种免费教学 你可以去她的 看YourBox Art的面子书 她有一系列的线上教学 教你怎么去画画 教你怎样去用那个热粉和解粉彩来画画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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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